那Ronnie今天要講的主題是判決書 好那我開始了 就是我們這次提這個案子就是因為其實判決書現在都可以上網查得到 但是然後判決有的時候就是新聞媒體在報導一些司法新聞的時候其實都蠻斷章許一或是寫得亂七八糟 那其實也蠻希望大家能夠回頭來看一下判決書的原文 但其實像這個是教育部被判就是課維條沒有公開的那個敗訴的那件事 其實這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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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所以其實大部分人可能是沒有心意可以把它看完 所以我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讓大家願意去就慢慢慢慢把它看完 那目前做法就是我們做一個工具可以把這個友善戀意網址複製下來 然後到這邊可以貼上 貼上之後就會產生出一個Viewer跟Editor的網址 那麼Editor這邊就是幫助大家可以編輯摘要 那編輯摘要的話就是可以選擇譬如說我這樣選這一段 然後這段是主文 那我可以說主文他的這段是主文 然後他的摘要 他意思大概就是說教育部敗訴 教育部必須要公開的資料 然後經過這樣的編輯之後會產生出一個Json來 這Json我們只要把它丟進Viewer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是已經被摘要的內容 所以使用者進來時這段主文只剩一句話 就說教育部不願意公開會議紀錄是無效的 所以請突出資料 那他可以選擇 如果想要更了解這個內容 的話他可以把它丟開 所以只要能夠把判決書慢慢這樣子處理之後 其實大家就是可以更容易就是閱讀判決書 因為你是只要看摘要 然後文句就不會像原來那麼強 那麼之後希望這個狀態能夠再延伸就是 這個是大家都可以上來傳資料 然後並且大家可以投票說誰的摘要寫得最好最客觀 那透過塗料機器最後生出來的是一個最好的摘要 那麼也希望之後這個摘要的文字 這個Mapping 我們可以公開出來 那麼很多研究test mining的人 可以拿到這樣一個全文跟摘要的一個Mapping 可以拿來做一些很有趣的分析 或是做一個test mining的研究 那麼這邊有Benny Benny也做了一些就是用R 把判決書做研究的結果 那我這邊讓Benny來介紹一下 那要做自動處理判決書的話 有四個步驟 然後第一個步驟是把判決書 先把它做成處理過的介紹檔案 然後就是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那個Rani已經有做好 就是在網路上可以做Path的動作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就是要把那個keyword把它Split出來 然後這個是用那個R Language裡面的結巴的那個Package 然後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比方說在圖上就是有一句話 它就是把它切割成很多個子句 那可能還要根據它是它的詞性 例如說它是數字或者是什麼樣的字 然後可能要跟前後文去做相連接 那在必要的時候 你需要去定義你的那個user dictionary 就是在例如說有一些法律的詞彙 什麼法律代理人之類的 它可能會被切割成錯誤的方式 然後切割完之後就做keyword correlation 然後就是在同一個段落中出現的keyword 就是把它的加權值加以 好 OK 然後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 做一個類似這樣子的grab 就是把那個不同關鍵字之間的關聯 把它畫出來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好 下一位是Michael Lee 來 歩住 來 拍攝 來 拍攝